这民间三国武将武帝之排名 号称叫一旅二绕三点围四方五把六张飞 把这个点围排到这个位置 主要这爷们儿是曹操的贴身保镖 号称叫古之雾来 雾来是个啥 如果你看过封身榜 印象中应该是个咒王的跟班 和那个坏蛋废仲一起 最后被哪吒他们给爆锤了 其实历史上的雾来和他爸爸非联 都是商朝的大将 提到他们的姓你肯定熟悉 那就是赢 赢家祖人帝书法颇多 但是基本的离不开山东泰山以带 是传统的东泥部落 商朝立国就一直和东泥一结盟 营姓应该是其中最大一股势力 商朝被灭 营家完全不愿意要西边周人的统治 所以周人为了收拾他们 这雾来家族的营姓 就被发配到了甘肃天水一带养马 你不是东泥吗 我让你和西融混 但是就算如此 营姓在东部势力仍然非常大 比如屈腹以带的徐国 大别山区的黄国 直到上一讲说的 咒王的王子五更在安阳 策动三家机姓诸侯 管货菜的三肩之乱的时候 营姓也看到了希望 这畸性的菜国为了加大筹码 赶紧联系了营姓的徐国 表示如果咱俩合体 就能备用掌握唱条Ref篮球 发动低迷泰美大法 后来的事上一讲也说了 周公那以新甲计谋 连东瑜小国包抄 东瑜大国三肩之乱 卫平殷商彻底复国无望 徐国也被迫转移到了 如今江苏北部一代 是的 这正是如今苏北的徐州 徐国贵族号称盈姓徐氏 也正是如今徐姓的先祖 为了压制徐国 周公那甚至亲自把后人 安插到了徐国的老家屈服 这就是后来的鲁国 我前面说过了 不过徐人哪那么容易认输 等到后来他们的首领 徐艳王的时候又发展起来 隐人和当年各居西方的周部落一样 控制东夷诸侯三世有六 国对周朝威胁极大 当时的周牧王也就打算直接认怂了 传说就在一次周牧王 和西方的西王农鬼混的时候 徐人法周周牧王大惊 赶紧命令皇家司机造府 称八郡之马 使造府与之前去抵抗 而这个造府 正是当年周人搞去干出荒马的营姓 造府老司机开车又快又稳 周牧王为了快速调集部队 只能联合自己同样看不出人眼的 和南蛮混在一起的楚国 把楚师袭袭不为打破之 这一战惦惦了两件事 第一 造府被封到了山西北部的赵地 正式成为被承认的贵族 号称姓赵氏 也就是赵姓的先祖 这个边缘的米姓实力开始变得不可小觑了 徐盈叔了 是赵盈盈了 可怜甘肃的老盈只能放马 混了好久 只给封了个西锤大夫 封到了甘肃添水的秦帝 等到周朝末年 前面所说的周幽王被犬戎掉了 整个陕西关中被攻占 西锤大夫却看中了机会 护送周幽王儿子平王东仙 平王也挺坏 说你要是能干掉犬戎以后 我老家陕西就是你的了 顺便给你个诸侯名分 以后就是秦国国君了 这之后的事情 我就先不细讲了 你只要知道 秦国确实拿下了陕西 成为了西部大国 一直和最强的山西的晋国 交好互相通婚 使成秦晋之好 后来楚国也越来越强 面倒了东方最后的营姓 大别山区的黄国 这也就是湖北东部 那一块黄某地名的由来 黄国移民 也就是后来黄市的重要源头 而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之后 秦国又和楚国同婚 搞出来一堆米姓妃子 再到后来 折服许久的营姓 赵氏连和韩魏两家 肢解了晋国 使成三家分进 赵武灵王 呼呼齐车 成为了北方一把 秦国一直忽悠 两家楚国 楚国越打越小 秦国也不会想到 战国实际最后定定之战 竟然是秦赵 这两个营姓本家的长平之战 而秦始皇 还正是一个在赵国出城 的人质的孩子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是不进一家门 不过就像我之前所说 战国时期 早已姓氏河流 无论秦赵国王 都会被秦某某 赵某某 而不是什么 营当 营寺 营政 这样的奇葩成功 总之 徐皇 秦赵 自信 作为古营姓的分支 第一个皇帝是他们 中间还当过皇帝 而且至今仍然是 极庞大的群体 而且无论历史如何抹挥 他们仍然流淌着 古之物来的功勋